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夫妻同房是一种常见的行为,健康和谐的夫妻同房能够促进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双方的身体健康。 很多夫妻在同房的过程中只享受一时的欢乐,却忽视了很多重要的注意事项。 通常情况下,在女人眼里,经常有这两个行为的男人会让女人如痴如醉。 1. 女人更喜欢以下性格的男人 1. 感情专一不搞暧昧 女人为什么很少主动表白呢? 就是因为害怕遇到感情不够专一的男人,甚至还肆意地和异性搞暧昧。 和这样的异性在一起,女人必然不会得到珍惜。 所以,在女人的心里,男人的感情专一至关重要,这也是他们寻求伴侣的第一个关键条件。 若是达不到这一点,女人是不会考虑的。 当一个男人不具备感情专一,不搞暧昧的行为,说明他不值得托付终身。 女人自然不会痴迷,而是会果断地离开。 那些真正让女人痴迷,异心想和对方在一起的男人,多半感情专一,而且从来没和异性有过暧昧的来往。 他们的感情经历很简单,稍一打听就能够了解。 甚至只经历过一次恋爱,也从未和其他异性有过暧昧接触。 这样的男人自然会非常珍惜爱情。 一个能做到感情专一,不搞暧昧的男人,深知感情有多么的难得。 自己必须要好好珍惜才行。 遇到了对的人自然会一直深爱下去。 他们会付出真挚的爱,给予女人足够多的安全感,一路同行地走下去。 二,温柔体贴,性格温和。 生活中,女人会意识到温柔体贴,性格温和的男人更适合自己,也更适合未来的爱情生活。 如果说男人根本就不在乎女人的感受,亦或者经常冲着女人发脾气, 这样的男人是没办法俘获女人心的。 毕竟,女人渴望的是爱情,不是争吵和脾气。 即便是为了一些小事而打自己的男人,也无法俘获女人的心。 谈恋爱的时候打的是自己,说明脾气秉性很暴躁,将来结婚之后,打的或许就是女人了。 所以,真正让女人痴迷的,往往是男人的温柔。 说明她可以呵护女人的一切,也不会朝着女人发脾气。 这样的男人谁不爱呢? 这种特殊的品味就在于,他们会克制自己的脾气,并且好好珍惜这份感情, 做到极致的体贴,让女人拥有足够多的安全感, 共同去迎接美好的未来生活。 面对这样的男人,女人往往是轻松惬意的,在一起很舒服,自然就会轻心取爱。 无论生活是苦是甜,女人都会觉得很幸福。 所以,她会非常珍惜这样的男人,一旦动情便没办法松手。 二,女生最希望男生在床上做的八件事。 同房这件事,不是只有一方舒服就行了,而应该让两个人都感到愉悦,互相取悦。 两个人的沟通交流很重要,虽然有时候一些话很难开口, 但是说出来彼此的喜好与禁忌,可以让同房变得更顺畅与舒适。 一,每个女生的身体都不一样。 每个女生的身体和需求是不一样的, 你从电影中和书本中学来的知识,不一定适用于你的女朋友。 对待你的伴侣,就要认真了解她想要什么, 是轻轻抱抱为主,还是喜欢控制敏感区域。 不要认为,她可以直接告诉你怎样做。 虽然两个人互相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但有些女生可能还是不好意思说出来, 这就需要两个人在一起,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了。 二,先自己她的大脑,然后才是身体。 实际上,在卧室之外,在同房之前, 前夕可能就已经开始了。 恰当的语言交流,尽量让她感到舒适,放松, 掌握身体敏感开关等等,都是前夕的组成部分。 三,外面的那个按钮才是她快乐的源泉。 研究显示,大多数女性通过某些姿势和动作来达到高潮, 这就需要伴侣进行探索发现。 四,她不想太快结束,但也不能太久。 有的男生急火火地开始,然后又急火火地结束, 如果经常这样,谁能受得了? 不过,也不要觉得时间越久越好。 有女生表示,有时候,当时间过长时,我会感到厌烦。 老实说,如果我们这样做一个小时,就会变得很痛苦等等。 理想的时间长度最好在30分钟以下, 时间太长并不是个好事。 五,你们需要更多浪漫与激情。 如果在定期的活动中变一下花样, 多一点刺激与浪漫, 就会让整个同房过程变得大不一样, 甚至会期待下一次的美妙时刻。 六,同房时不要乱说话。 如果同房时不知道她喜欢听什么, 就尽量少说话。 不要同房的时候胡言乱语, 否则会打扰两人的兴致。 七,控制一下你的体重。 许多研究发现, 每周定期进行体育运动的人, 不仅在床上表现得更好, 而且更享受双人活动。 较低的体质率可能会改善满意度。 对于超重或者肥胖的人来说, 体内的雄激素可能更低, 或影响欲望。 而且在床上运动时, 也会降低满意度。 如果可以的话, 减减肥控制一下体重, 有利于心血管健康, 发挥更持久, 让夫妻生活更加美妙和谐。 八, 男方结束了并没有完全结束。 一定要照顾女方的感受, 两个人都满意才是好的体验。 当然, 以上仅是男生需要了解的一部分内容, 具体还有哪些其他事情, 需要你们伴侣之间沟通交流, 一起探索, 让身体满足, 让灵魂快乐。 三, 男人喜欢女人做什么动作? 一, 双腿交叉坐姿。 看到女人双腿交叉, 最易引人瞎想, 尤其是穿着短裙的时候, 坐在对座的人, 都很期待看到交换交叉双腿的那一刻。 二, 用舌头填嘴唇。 通常做出这个动作就是直接在挑逗对手的时候了, 男人看到肯定飘飘然。 三, 女人伸懒腰。 女人伸懒腰, 慵懒的感觉就像小猫, 让人想要抱抱, 而且伸懒腰可以自然地展现出女人身体的线条。 四, 女人调整肩带。 女人调整肩带, 在男人的眼中就似当着她的面宽衣解带, 自然期待着你的另一边肩带也一起滑落, 最容易引起男人的性幻想。 五, 站着穿鞋。 站着穿鞋时单脚着地, 自然站得不稳, 摇摇欲坠的, 会让男人想去服一把。 六, 拨头发。 拨动头发散发出迷人的发香, 好像闻到迷魂伞, 可以让所有男人魂飞魄散。 很多女人自然地会有这个小动作, 无心之失, 惹得男人心花怒放。 总之呢, 以上就是几个取悦双方的小窍门, 相信也是很多人疏忽的地方, 男人必须在床上取悦女人, 才会得到最好的回应。 当然, 所谓的喜好和取悦也是因人而异, 这样就需要男人多用些心思在自己的女人身上, 了解她, 尊重她, 爱她。 单纯为了性爱而尽心的性爱, 绝对不是完美的性爱, 情不自禁才是性爱的最高境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